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PoEdit软件是怎么用的 我们以BE主题为例 这里有两个文件 这个文件夹是BE主题20.8.1的汉化 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ZH-CN.PO文件 这个文件是20.8.1的 我在这还做过标记 是20.8.1 但是BE主题最新的版本是21.4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要把这个20.8.1的PO文件 首先先升级到21.4 然后再把之间的变化进行翻译 首先用PoEdit软件 先打开20.8.1 然后这里有一个编目 编目第二项从PoEdit文件更新 一般主题这里边有三个文件格式 一个是Po Po就是翻译的原文件 还有一个Mo Mo是从Po文件生成的 网站需要的是Mo 不需要Po 然后还有一个PoT 在桌面 这个PoT文件是随主题自带的 是主题开发者给的 那么在这打开编目 选择PoT文件 这个PoT文件是新的 大家再看左下角 现在一共有2035条 百分之百 这2035条都是汉化过的 这2035条是20.8.1的 当我选择了这个21.4的PoT之后 打开 这里会有一个新条目124 也就是说 这个21.4与20.8.1相比 它多了124项 而且还淘汰了 要删掉110项 这些项都在这儿有显示 以废弃的这些项也有显示 点确定 这里有一个预翻译 Po版本它有预翻译 如果是免费版 可以手动一个一个的 用人脑去翻译 现在大家再看左下角 一共是2049个 已经翻译了1926个 这个1926个 是之前那个版本 已经翻译了的 还剩下123条 也就是7% 还需要手动翻译 那么怎么翻译呢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通过菜单有查看 我现在用的是苹果Mac电脑 你用Windows电脑也是一样的 菜单没有什么变化 点击查看 显示未翻译的条目优先 也就是未翻译的 或者是拿不准的 系统自动拿不准的 都会放在前面 下面的黑色字 都是确定好的 那这个logo 我点一下logo 右侧会出现这儿 一个数据库的标志 代表着本地 我本地有这条翻译 那么我可以选 这儿有一个快捷键 Command加1 这个Command2呢 是针对这条翻译 我换一个中文的吧 比如说这一条 这一条右侧有四个结果 前两个是数据库里的 后两个 Command3和Command4 是别人翻译的 我在这儿可以使用自己翻译的 也可以使用别人翻译的 看哪个更像 看哪个更符合 就用哪个 这一条 更新成功 我之前翻译的是 以更新成功 有人翻译成 成功更新 还有的翻译成 更新成功 都差不多 这个要一个一个的翻译 一个一个的确定 确定好 翻译好了之后 自动会变成黑色 底端的状态栏 也会发生变化 右上角 这个云 代表的是 正在从云端加载 默认只出现这一条 这一条带数据库的 也就是本地的 本地的是速度最快的 我之前翻译过 才会显示本地 那么这一条呢 是云端的 这一条 有一条是本地的 那三条都是云端获得的 看了几个 都没有出现微软的标志 如果你们那看到的 一直是这个云的标志 说明 有可能是网络有问题 在我这需要几秒钟 它才会 从云端 把对应的翻译下载下来 这个是微软翻译的 第一条是数据库里自带的 下面这一条是微软翻译 机器翻译 这个机器就是CPU 像CPU一样的图标 如果都翻译好了 Ctrl S 也就是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可以关掉 它自动会生成MO文件 今天15.01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MO文件 上传到对应的目录上 就可以了 具体上传到什么目录 这要看主题和插件的开发者 好了 简单的导读就到这 我们正式晚见 拜拜